20岁的张斐然是西安市第二龙雅学校的一名高三学生 虽然身处无声的世界,但张斐然通过自己超过常人的努力 在今年的高考中,她通过了西安、重庆、成都等七所大学的单招考试 6月11日,记者来到张斐然的家中,了解她的成长经历 张斐然的母亲刘瑞琴告诉记者 女儿生下来便听不见声音,属于先天失聪 刘瑞琴和丈夫一直带着孩子各地治疗 在求医多次碰壁后,只能慢慢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为了让女儿的人生道路走得稍微顺利一些 在张斐然两岁时,便被父母送进了聋雅学校 为了和孩子正常的交流,刘瑞琴想到了用文字的方式 而日记这种记录人们内心世界的载体,则成为了母女俩最走心的沟通方式 反正在写日记当中吧,最初的时候 我就给她改一些语句不通的,句子用的不恰当的地方 后来慢慢写的多了,内容也多了,我也可以了解她在学校的情况 而且她在日记中也有好多些形容 妈妈呀,爸爸呀,老师呀,这些人的性格呀,所做的事情 还有几本秘密日记嘛,她也不会让我看,我也尊重她 也不会看她的日记,留到以后她自己 自己给留个纪念嘛,这些日记就是留给将来的回忆 从刚开始的语序不通,措字评出,到最后的妙语连珠 在张斐然的日记后面,总会出现母亲用红笔书写的批注修改意见 十多年来,母女俩共同书写了九十余本日记和近百万个文字 成为记录张斐然成长的年轮 其实龙孩子和正常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除了耳朵听不到以外,他们那个智商啊 还有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啊,完全不亚似正常人 如果培养得当,也是,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那个龙人 所以张斐然,他给自己树立目标就觉得 呀,我将来一定要好好的学,帮助特殊群体,尤其这些龙孩子 今年的单招考试,张斐然选择了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 对他而言,未来成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帮助更多的听障孩子健康成长,是他最大的梦想